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来到数据尋寶 星期二有Eric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筛选股份 早晨Eric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来到7月份 当然要应验那句,在5月6月7月翻新 7月是否可以翻新呢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来,大家都不时一度了这三个月份 很喜欢拿去统计出来看看 到底是否逢6月就一定是最绝 7月就一定有个大翻新的呢 5月份的时候,应验了的 港股真的要跌成8% 不过6月份又不算很绝 最终都叫站得住 7月份是否真的可以翻新呢 所以今天数据尋寶 就用数据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到底7月份是否可以翻新 Eric,很好啊 你每次都帮我们做很多资料搜集和数据统计 其实如果看过去很多年离行的表现 7月份确实是有一个翻新的机会 没错,如果纯粹看一些历年的统计 我看到一般来说7月的表现都不是太差 可以说比较强一点 大家途中看到绿色的射尾就是过去20年 由年初到年底全年的平均表现的情况 橙色线夸住的位置就是7月份的情况 前面大家会看到绿色的线 今年由年初到现在到6月底的时候 其实跟红色线的表现都相似 都有一些情况都挺问候 但如果照现在的模式去看 历年7月份的表现 大家看到基本上7月的表现是先升后回一点点 所以来说7月的表现相对比较强一点 事实上就算我们看回岸月的表现 其实整体来说7月是升大约2%左右 那么多个月份 20年里面那么多月份是排名第二 就算上升比例也有七成 大概20年里面有14年是落得升幅的 所以来说纯粹看周期表现 其实7月份也是比较偏强的情况 所以今次我们用这个方法 就找一些看7月份有哪些股份 有些周期性比较强的表现股份 ok 那就西股份之前 先问多一点 因为这个其实是纯粹过去20年的数据 平均值拉出来 告诉大家 那个市况很大机会在7月份 先升后偏远或者回落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不能够应验到这个7番薪的话 部署上先要做一个怎样的心理准备 部署上当然我们任何的投资或者投机的活动 都有个止蚀的部署 本身来说我们看历年的表现 7月份比较强 所以我们用这个假设 假设的股市表现 各股表现在7月份都保持 现在相对比较偏强的状况 或者这些股份 但当然最终 因为这个始终是一个平均表现 没说7月份一定会再升 6月份也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部署方面要有止蚀的部署 另一方面也有能议 今个月的市场焦点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人民币走势 如果人民币继续比较弱 会对港股一定的压力 另一方面就看中央会不会有什么政策出台 再进一步去刺激 即7月底看政治局会议 是的 没错 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左右到港股今个月的表现 事不疑似 第二 先是从这个理论上去设定第一个筛选条件 既然说7月有得翻新股份 又要用数据统计 Eric就帮我们选择三大筛选条件 第一点就是恒生综合指数成份股 用大一点的股份而稳一点 其次就是上市起码有15年或以上 因为越多数据 我们就越够可靠 可以信 那个database够大 可信性又高一点 第三就是那些股份里面 有哪些股份在过去7月份 上升的比率 就是可能15年 20年以上 是达到六成以上 甚至七成的 事不宜迟 拿个放大镜出来 和大家一起寻补 结果出炉呢 比较简单些 我们就是说 如果用了刚才那三大条件 篩选出来的股份 其实是达到50只 不是少的 似乎有50只股份 可以博7月有得翻新 但是如果这么多股份 其实50只只买什么很难 所以Eric 我们第一步只是知道 这类股份 这个概念有得炒 但是如何去精选到 博上升空间 稳固的股份 有一系列的条件 你说要交 是 没错 另一方面 因为我们选择了 周期比较强的股份 7月份 通常做好的股份 另一方面 当然我们要看看 技术走势行不行 是 因为本身的技术走势 会影响短期的表现 因为如果我们博7月的话 那肯定的技术走势 不会太差 所以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篩选的净值 就是用一个Rx评分 是 它的评分是有67分以上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那股份相对整体大事 是高67分 代表它跑赢3分之2 的港股其他股份 所以变成表现相对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 当然我们觉得 防修性比较强些 好些 所以我们会选择股息率 有5厘以上 是 值得留意 以往我们看到 为何有些股份周期表现比较强 可能某程度上 我们估计有部分 可能因为 每年差不多的时候 会派息的情况之下 令到股价表现有一定的支持 支持 即是炒除淨 对 OK 变成如果我们找回股份 希望找回股息率 都保持高的水平 如果股息率很低 预期很低 那没有吸引来 另一方面 我们会看分析员的预测 最低限度有一成的上升空间 即是最低限度 短期的空间可以上涨 OK 还有最后一点 北水 过去一个星期 有没有流入 这个也很重要 即市场如果北水流入 可能也叫博了一些资金 即是在短抄 也好 长线也好 才可以推升到股份 7月略为翻身 在这个50只股份 加多了4个 比較苛刻的条件 最终筛选出来的股份 是有些什么呢 拿个放大镜出来 再次寻补 最终由50只股份 西度剩下8只股份 包括中移动、长和、长工基建等等 右手边的数目是什么呢 就是用过去15年以上 或者再以上的年份统计 在7月份 普遍都可以录得上升的概率 例如中移动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7月份 是有8成1机会是有得升的 是没错 长和也是8成1机会有得升的 最差就算是亚洲水泥 都有6成7机会 可以在7月份录得上升的概率 列出来最后8只股份 有些可能大家未必熟悉 可能就说亚洲水泥不是特别熟悉 第一太平又不是什么当炒股份 那真是都是握不下手 因为太大了 不知道怎样去放些资金下去 我想最近期有些概念就是一些 一些将业务卖出来的概念 譬如太古A最近将去美国的太古的业务 买回给公司 令分析园的股值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也会预计 他可能会将卖了之后的资产 将其部分拿去排息 因素对股价一定有帮助 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太古A最近的股价表现 是出现一个飙升的情况 某程度上就受惠于消息的带动 事实上如果大家回看 最近基本上出现一个黄金靠叉 即是50天线升穿250天线 但基本上已经突破了下降通道的顶线 走势略为转好了 变成只要站在通道上 大概是58元附近 站稳后市可能有机会再试更高的水平 好 再问一点 假设太古A真的在7月份表现不到 是弹不到的 被市况拖低了 需不需要急着设置指示 就是我不玩7月翻新概念 如果跌穿250天线 如果大家留意最近的太古A表现 在过去过多月之前跌穿250天线 没错 最近又回到上面 如果跌穿250天线便要留意 好 谢谢Eric 今天详细分析 选择了一只7月有机会翻新的部分 先说到这里 一只财经消息 人民币中间价升超过100点 建近两个星期高位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佈7.2046-1美元 比上个交易日升111点 是6月21日以来的高位 中间价继续强过市场预期 释出维稳讯号 现况人民币也靠稳 离案价在7.24附近上落 再案价在7.23水平 另外人民银行表示 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今天在公开市场展开20亿人民币 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剩2,170亿人民币 百度和车厂华晨宝马合作 融合人工智能和汽车业务 百度会为宝马的人工智能平台 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特别是语言处理和数据分析 双方亦都会在生产汽车的时候 探索应用量子计算的可能性 提升金融、保险、汇率计算的效能 百度三月发布 人工智能产品民心一言 已经有超过300间机构参与测试 据报相关手机应用程式 已经在内地上架 除了与人类互动 亦都能协助文学、商业文案创作 中文理解、数理逻辑运算等等 财经消息到这里 亦都是高一点点 但用平均线来看 起码上过20天 上过50天移动平均线 当然暂时有点阻力 所以升幅收窄 内地股市就上证是微跌不足一点 深淨成分指数就靠稳 我们找KK林家琪聊天 看看A股行情对我们都有启示 KK你好 你好 我们早个星期本来都担心 向下落底 但三排两倍比较上回来 现在A股走势有没有改善 暂时来看好像回稳了 甚至乎都慢慢去回一些支持位 慢慢测试 其实上个星期开始 看到动力都已经 向下动力已经没有加大了 反而你踏入7月 由昨天开始或者今天 你见到上证指数都慢慢挑战支持阻力位置 昨天就开始出现第一个转折点 上证指数上回3200位置 昨天也带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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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蓝水都北上去买 这个情况好像踏入7月有些不同 虽然大家都可能会看着很多 上个星期我们讲的不同因素 大家看法是比较负面 但暂时来看又没有进一步恶化 所以如果你用上证指数去看 是否改变一个形态 一底就低于一底 高位也是一个高位低于高位 如果今转我们看上证指数 是突破之前的一些高位 应该是6月中 6月中当时就是3276点 如果真的有些突破再向上的话 形态就完全改变了 现在你还可以当它是反弹 不过走势形态我觉得也不算太差了 是 不过其实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 现在去到算是技术关键 有这个位置 之前很多浪底的阻力位 就大概在3250 对上一次我们早上一个高位 试过上去就是下来插了水 现在再咬上来又是同样水平 不知道阻力大不大 是呀 上面的阻力一定大 就是3270那些位置 但是在昨天 我觉得就已经挑战一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阻力 因为昨天你见上证指数 就是介乎3250到3250 这个也是之前我们见上证 6月21号有支大阴烛 当时那支大阴烛我觉得很伤 但你见它两下 今天都仍然在这支阴烛流上 就已经是叫做突破了一些技术阻力位置 当然我们当它都是一个大型的区间滑行 就是拿回上个礼拜三千一百四十几 至到三千二百七十六这些位置 你可以当它这个区间这样上落 未突破向上或者是未跌穿这个位置 都是上落区间先 但是起码我见到昨天的趋势 这个动力就真的不算太差了 好啊 好友也希望成你贵然 人民币都重要 对于我们香港也好 和内地市都很重要的启示 中间价去回两个星期高位 李安家转强了7.24水平 招商证券中资行说 人民币贬值应该都尾升了 下半年会回升 那有什么理由呢 他说此消比奖 看美元会弱一点 因为美元和息口有机会见顶 市场借美元避险情绪有机会降温 还有我们有机会转强 内地出口转强了 他认为不再需要透过贬值去推动出口 那你认不认同人民币真的跌到尾升 会回升呢 会回稳呢 这个不够胆去估 不过情况是好一点的 因为你见连续两天 人民币的中间价一开 其实都是高开了 那变上你就好像市场 在上个星期开始都估了 是不是加了一些逆周期的因子下去 而短期人民币有机会回稳呢 那当然我就不觉得是有 很多国家队出手 估美元去找到人民币这个方向 但如果真是加一些周期因子 而令到短期 人民币中间价是继续是回稳 不是说叫大跌的话呢 那这一转反而 人民币以回自身的情况 又不需要说看得太过悲观 因为上个月其实人民币的一个比较短时间去急跌 主要是来自一些经济数据 那我们刚刚看回官方PMI也好 或者是财新也好 又没有说想像中差得那么紧要 都符合到预期 所以这个我觉得会对于人民币 反而帮助会比较大一点 而你说外围啊 美金的强势 会不会加息一次两次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去揣测住了 因为现在暂时来看 有时候讲两次 有时候讲三次的加息 这一个反而是真是令到 就是一部分 人民币可不可以真是叫喘稳 一个其中的因素 不过我想看回内地先 内定自身的情况是回稳的话 人民币短期见底的机会都会大 不过就不是说现在这么快决定到 是的 就是你认为都还要观望一下的 没有说到那么老定的 事实上呢 那个利安格 都是在低位里面徘徊 现在7.25又弱了一点 好 讲一下油股好不好 我们在不明朗当中 看看这些行不行 油股今早早见到A股里面 就个别发展 就是有升有跌 这个我们香港的三统有 不过这个就是A股股份的股价 那为什么要看呢 KK 油价这两天都有些波动 本来昨天有些憧憬的 几个主要产油国 在8月份就相计就说会减产 比如俄罗斯就会削减出口 去到全球的石油减多少 减50万桶 沙特阿拉伯就每日自愿减产 100万桶的措施延长 现在去到8月都会继续减 其他就有阿尔及利亚 都跟沙特跟俄罗斯 8月我都额外减产 就是2万桶原油 不过这样我见到昨天的油价 都是反复都曾经是跌回到跌回到 现在亚洲时段 见到是稍微回稳的意思 就怎么看油价和油股呢 油价呢 其实当然一方面是受到公影影响 刚才吴嘉敏都说了 全部都是减产的一致多的延长的 应该对于油价有帮助 但是又看回为什么短期 又不是说有太大刺激作用呢 因为同一时间 你看看美国的PMI数据 大家有点担心 3年以来最大严重的收缩 说得很夸张 当然你说收缩少少 就令到大家会觉得 未来经济衰退 它那边又杀到你了 油价那方面又未必太稳 所以就一正一副之下 你看到油价没有太大反应 而且有一个因素 都是令到国际油价 短期受着一些影响 就是关于印度那边 就是说买俄罗斯的油 是用人民币去做结算 因为如果我们用两边的角度去看 美金以外那些结算 其实你就不计算产量 甚至乎不受供应那边 即供需那边的影响的话 可能这方面 即是说经济 动力比较强些的 亚太区国家 你都是看回中国和印度 如果是的话 可能对于国际炒家 油价那方面 又未必有那么大的 向上的意欲在短期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变得现在是有少少复杂了 产量确实真的减少了 美国那边需求都可能会减少 现在还认为印度这些 叫做人民币 结算的国家去买卖的话 油价短期又比较难去很大上升 不过起码你就会见到 都可以转到在现在这些水位 而我们看油股 就是你见中海油 中石油就最强 中海油和386 中石油那两只 第一和第三只 回了下来之后再弹回 其实只有几十秒时间 你觉得买不买呢 今天大摩就唱好8.57 是的 8.57我觉得都是容易强势的 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 我心情于短线 都是8.57 因为破顶了 而883其实都好 不过你见因为国际油价 不是怎样大升 所以短线的话 才留意8.57 好啊 其实它都慢慢逼迫 一年高位 一年高位是5.93 今日最高是5.77 大摩就说 相信中石油股价在15天之内 股价会上升 不过要看报告详程是怎样才知道 股价呢 经济通因为计算了股息 所以股价就突上来 就破了位 5.69 KK有没有拿着我们刚才谈谈股份 没有的 好 我们待会回来 还要继续资源类股份之旅 稀土股都要跟 看人民币在开市的时候的中间价 亦都是强过市场预期 又释放一些维稳的信号 看着港股早段来计很淡增持 早段都要跌超过五十点 其后到升到过百点 去到现在来说 就靠稳升近八十几点 早段时间领葬行业有些部分的科技股 例如百度就和车厂华晨宝马合作 就说要融入人工智能和汽车业务 百度早段都曾经是升幅最大蓝筹 去到现在来计算 仍然是升超过百分之二 网易今天也是再破位 见了超过一年高位 最新股价仍然靠稳 是一百五十五.9 至于美团现在升幅都有超过百分之一 还有部分的航运股延续昨天升势 中远海控就预计上半年的纯理 要按年跌七成四 不过看大行大摩就推算 第二季就赚到九十四亿人民币 按规理计其实有改善升到三成二 都推动股价去到现在 最新半成国外进涨 东方海外都有升到超过百分之三 领跌行业就要看车股回套 昨天急升完之后 今日普遍要回 最新小朋友跌超过百分之四 先看到这里 好继续节目时间 继续有KK和大家看港股表现 暂时恒指都继续在19,300 挨近19,400这个位置 徘徊着 早段上过19,449点 如果计算 其实曾经差一点点 就尝试到250天线 不过都差十几二十点 还未上到 差一点点 暂时报到19,397点 A股方面个别走 上证继续偏远 但深证都可以转盛 先问了你的港股 因为今天的势头 好像是否转好一点呢 因为如果你看上去 似乎好像是逐步上市 就是之前6月20日那时候 至21日跌的下降裂口 是否想补回这个位置呢 是的 现在不断地尝试阻力位置 你见到今早也是 昨天我们都顶着二十天线 今天你见到曾经是 恒指开始初段跌过 之后跟着A股很快又弹回 甚至乎人民币 在现在这段时间都弱弱 但你见到没有影响到港股反弹 所以都见到 从昨天开始 踏入整个7月的第一交易日 短线好像好友 甚至乎有些买盘是少少支持 但现在去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你在19,500之前 一些很大的心力阻力 而刚才Fansys也有说到 就是列口位置也是这个位 牛红线也是这个位 甚至50天线也是附近的话 好像就需要更加多一些利好因素 才可以推高恒指 暂时看19,500都仍然是有点阻力 不过都起码大市肯示之前的阻力位置 是否能够短期突破 我想焦点应该都放在耶伦 是否会提供人财长去访华 会否带来一些好消息 如果有的话 不排除继续走大人区间 向上的 就是一个超级大阻力的 可能就是之前五月底的高位 甚至乎100天线 19,800 好 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 逐步逐步地上市上去 今天其中一个比较冲劲到的消息 就是人民币就是逐步站稳一点 就好像刚才也见到 例如说加仁部是7.24 虽然都是弱势的 不过就略为脱离之前的低位 即7.27、7.28那些位置 好了跟你谈过 AX股的板块 其实都今天挺易动的 就是一些稀有金属 稀有资源类的股份 今天都是普遍做好 稀土类的股份也是更升的 就好像中国稀土 北方稀土 A股升幅1.3% 以为为什么要炒这个板块呢 就因为今早早 如果看一些报道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 就在星期一就发了公告 就说为了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下个星期一开始就会限制 两种製造芯片比较关键的原材料 日后企业就要事先申请许可 提供最终用户身份和用途证明等等 才可以拿到这些原材料 为什么这两种材料那么值得关注呢 事关这两种原材料 就是广泛应用于製造晶片 夜视镜 太阳能板 虽然这种原材料 其实就不是什么很矜贵 很稀有的原材料 但如果看一些报道分析 就说 基于其实内地 都有很多企业 是出产这些类型的原材料 如果真的限制出口 可能是有机会推升了 那个价格影响了 那些外国他们制造芯片的成本 所以有些分析都加读 其实会不会是一种 叫做反制美国的一种措施呢 另一方面 其实到底占的比例有多少呢 根据繁复统计呢 其实中国内地最少主导了 全球20种关键的原材料供应 都是应用在一些 比较高科技的生产设备的应用上 所以今天就是 为什么那些叫做稀有资源来的固贩 通通都炒气 A固也是 港固也是 但是你觉得这一波的炒作 是否可以延续呢 短线有机会延续的 因为刚才也提过 现在财长耶良会去中国访华 你见到中国在这一转访华之前 是做一些叫短线 我又觉得你说可以是大事件 但是刚才发生说过 这些又不是完全说 只有中国可以出产一些稀土的话 可能是一些姿态上面的表达 可能拿回一些政治筹码 而其次就是 这些叫做 两个叫做关键的原材料 其实你不跟中国买都可以的 你跟日本那边都买到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想 事实上又未令到好 因为中国的价格突然之间升得很夸张 都是会升的 未很夸张 但是会引申到下一步 就是因为中国最有力的 甚至乎现在能力最高的 真是一些稀土 你说稀土是连带这两种 架舍这些资源的话 短期是否有机会 真是会再有些措施去限制去出口 市场你就会见 今天就炒作这个整体气氛 那些钱就流入去 我们这边的中国稀土 甚至乎有少少 叫做相关的一些稀土概念的股份 都炒了上去 而因为这一转 就是我们短线 可能市场都会观望的 大市你看到升又不升 不是太多 跌一跌一跌少少 现在正在挑战一些阻力位置 反而这些板块 如果你说有些短期的消息 就是耶伦坊说这样 去搞一搞一些稀土类股份 我觉得短线又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畢竟炒作又不是一两天 尤其是A股 如果你说延续 不要说长 只说这个礼拜 你说四五天的话 短线反而可能有些投资的机会 其实今天炒的概念 就不是说真是确实实 可能会限制一些稀土出口 但可能是反过来想 冲警可能日后 会有继续相关的措施 如果真是可能是烧到稀土 或者其他类型的贵金属 一些稀有金属 就可能这个板块 短期内还有一些炒作空间 如果走位其实都要很快 走位要快 不过我想这一转大家都不担心 大家可以买的走位不快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看到资金流都不是太丰富的话 成交不太大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短线拨 因为今天就叫第一天升 当然今天第一天升 你拨两三天 这些位置有部分股份 可能你会觉得是高追了 但你都是炒一些消息 所以某程度上 刚才我说投资这些股份 其实是不应该这么说的 应该叫投机这些股份 整个板块 但如果你说个别的 有些AI相关概念 是中线一点的话 的芯片 我觉得那些股份 反而真是投资 所以你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说很炒的 大家闭上眼睛都知道 应该选择中国稀土 但今天升那么多 你是不是去跟进呢 反而另外一些股份 比如说真的刚才说有 AI概念的金力泳池 这些6680 反而你就会 有了一些基本面去支持 好 金力泳池都可以升到30% 不过就不够中国稀土那么易动 不过你就说 憧憬因素 可能就看起来长远一点 AI方面会不会受惠到 这一节和KK聊到这么多 稍后找你聊易动故 看看